好 比赛开始 我们接着说这个称重超重的问题 因为这场比赛是金腰带的争夺赛 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 他先扣掉一分 如果说他赢了这场比赛 那么这就是一场超级战 他就不可能拿走这个金腰带 如果说他输了 那么赵重阳可以拿到这条金腰带 赵重阳赢了嘛 赢了金腰带就是他的嘛 好 要注意哦 哇 这个皮特多的这个态势的内威技巧 顺便讲一下这个内威可以10秒 跟武林峰的规则不一样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赵重阳被压制的很不习惯 然后那个皮特多耶呢 他打得很爽 为什么 因为他是刚刚去日本打太拳赛 他很习惯这个规则 对 所以赵重阳要赶快的去适应规则 对 这个是五回合的比赛 然后呢一回合如果是被击倒三次 就是比赛结束 那整场呢如果是四次的话 就比赛结束 有一些就不一样 然后内威你看非常多的内威10秒 所以这个对于赵重阳的一个后手很难发挥啊 会被黏住 对 对 又被黏住了 哦 赵重阳要护下巴 他那个膝从背后过来的 就目前来看的话 赵重阳对我们这个规则上的小小的变动 还是有些不习惯 对 没有理解 对 尤其赵重阳是去日本打踢拳很厉害 但是呢遇到这种有点态势的规则 会很吃不消的 对 那话说这个上次朱帅 朱帅队上了皮特多耶 他的一个 他的腿法 就是皮特多耶腿法让我们朱帅很吃不消 那赵重阳赛情有做好针对训练 这是少了一点 少了这个态势的内围 对 好 先去先去 好 继续继续继续 没有机会 啊 又挺不住了 加油 赵重阳 有机会哦 我先去看 除非特多耶呢 他的这个防的 头部的防守很好 但是他的副部还是是有漏洞的 这个就是今年他在日本的比赛 就是被挺到边 第一回合 赵重阳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条金腰带 赵重阳上一次也是第一回合 就KO了一핏所有金腰带 這次要自己上場 一回合拿下金銷袋